第1214集 我现在想尽快地回去 叶浩轩皱了这种眉头 玄武牙的事情 让我越来越感觉到不安了 玄武牙的情况 和我师父当初的情况是一样的 李延心道 除非他死 否则的话 他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念想的 他想死 我成全的就是 叶浩轩的语气里 带着一股森染的寒意 滑下天宫 现在正值午夜 天宫的无尽崖之上 是天宫的最高的地方 站在这里向天上看去 一轮圆月横挂在万空中 月亮很大 呈现一股古铜色 一个瘦弱的身影 立在无尽牙之下 他双手各摆着一个怪异的姿势 他对着天地吞吐气息 隐约伶俐 顺着他的两手的姿势 缓缓地注入他的体内 这个人 正是玄武牙 他现在正在吸收月之精华 他的修炼方式与世人有些不同 他已经不需要刻意地一板一眼地去修炼 这天地万物 仿佛近在他的胸中一般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玄武牙放下双手 他的双眼缓缓地睁开 刚刚修行完毕 他觉得神清气爽 身体有种飘飘燃的感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声闷哼 摁着胸口露出了一副痛苦的表情来 同时他的后背蒸汽缓缓地上升 突然 他一张嘴 吐出了一块黑色的血块 吐出了这口淤血 玄武牙的情况似乎是好了些许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转过身去 看着半空中的那轮圆圆 久久不语 师父 当初你在无尽崖上正当 有人说你是死了 有人说你羽化而去 到了另外的三千世界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人的生命 真的是躲不过 生死轮回吗 你现在所在的世界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那里到底有些什么 玄武牙双手俯后 看着跟前那一轮圆月 难难地说 如果不是当初你给我设下的禁制 我现在怎么可能还会停留在这个境界呢 你是怕我清除鱼蓝 而胜鱼蓝吧 玄武牙 玄武牙冷笑了一声 现在我是突破不了你布下的禁制 但是总有一天 我会突破的 你在那个世界等着吧 属于我的一切 我都会夺回来 他拿起了一块壮弱阴阳鱼一般的鱼 对着月光一晃 之间一抹光华微微地闪过 紧接着 剑身的虚影虚浮在半空中 师弟 你果然有过人之处 玄武牙呵呵笑道 本来我取了你的心血圆魂 你该是混沌一片 没有任何意识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你竟然这么快有凝化人形 真的不简单呢 难怪师父当初会选择你守着我 可惜的是 他还是奇差异招啊 你这无量血浴 果然有不寻常的地方 我在里面真的差点被你炼化 剑圣巍巍巍的炎耀头道 如果不是师父临终前 赠我的天王护心丹 我现在恐怕真的会成为你狱中的惊奇 师父 果然不愧是师父啊 果然还是比我想得周到啊 玄武牙笑着点点头 但是他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突破自身的禁止吧 师父想到了 因为有些东西是无法阻止的 剑圣飘渺的身影在半空中 拂来拂去 他淡淡地说 师父此举 无非是阻止你一段罢了 看来想突破自身的禁止 需要五人的惊魄才行 现在只有你和玄机 我觉得是时候找找其他的人了 玄武牙笑道 你突破不了的 即使你聚齐了 无人的惊魄 你也无法破除那个禁止的 突破不了 那是因为我杀的人不够 玄武牙恶狠狠地说 如果等我杀了足够的人 我就能真正地破开禁止 那个时候 天上地下舍我其谁 你的心魔 越来越难跟处了 剑圣衙衙头道 可悲呀 玄武牙一直在我眼里 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他竟然会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那就当你自己瞎了眼呗 玄武牙呵呵一笑 下一步 我的目标是谁呢 嗯 让我想想 这天底下除了你和玄机 还有谁的根骨绝佳 还有谁可以达到 曝光不显 启定神贤的境界 哦 对了 还有情依 还有叶好轩 还有特勤局张天师那老家伙 哈哈哈哈 不过张天师最近闭关 我不知道去哪找他 叶好轩呢 又在海外 所以现在唯一的目标 只有一个了 老东西 你敢动轻衣一下 我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 又是一道灵光一闪 只见玄机的影像 从另外一侧显现了出来 他的影子比较虚弱 至少比起剑圣来 他弱了不少 你竟然也能这么快地 从园灵幻化为行 倒是以前我小看了你啊 玄武雅有些吃惊地看着 浮在半空中 对自己怒目而视的玄机 本来他杀了这两个人 去起圆魂 就是为了凝化灵气 助他破取自身的禁止 但是两人的圆魂 必须在无量血域中 凝化才行 可现在两人非但没有凝化 而且他们反而幻化出来了人性 剑圣幻化为人 他倒是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剑圣对于他很熟悉 他的无量血域 对他的约束力并不大 而剑圣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公餐造化的地步 所以能幻化出人性 可是玄武雅的圆魂意识 竟然也没有消失 他也跟着剑圣幻化出了人性 这让玄武雅颇感觉到有些奇怪 玄机老杂毛啊 我还当你 还要多沉睡几天呢 没想到你竟然也会这么快就醒了 看来你也是没有放下其他的人呢 你一听到有关于他的话 你马上就醒过来了 玄武雅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尽管玄机的身形还是有些飘渺不定 但他怒目而视 那表情和生前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 你活着我都不怕 难道你死了我就要怕你了 玄武雅微微一笑 他根本就没有把玄机的话放到眼里 因为现在玄机的状态根本就是一团气 你鬼都不怕吗 你看我现在的形态你不怕 玄机对着玄武雅怒目而视 你现在还不如鬼呢 玄武雅呵呵一笑 说真的 玄机 我是舍不得杀你的 首先我们两个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玄 再者我喜欢你的真性情 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打打闹闹 身上并没有我们这些人身上该有的骨板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还是把我杀了 玄机提起这个不免有些怨气 我虽然杀了你 但我没有把你们天机门一脉 占尽杀绝 天机还在 他会传承你们天机门一脉的香火的 感情按照你说的话 我还要反过来感谢你不成 玄机怒急而笑 不敢当 不过我马上会送轻衣过来 和你们团聚的 玄无牙冷笑了一声 你敢 玄无牙 你动他一下试试 我跟你拼命 玄机怒道 你现在还有命跟他拼吗 剑圣有些无语的说 玄机 你共参造火 能与之未来 你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轻衣的命吗 我当然知道 玄机怒道 我知道他最后 落得的下场会和我们一样 但是我不甘心 所以我一早就做了准备 果然不愧是天机门的传人 能预知这么多 玄无牙 微微一笑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并没有一点用处 人的命天注定 你也好 轻衣也好 你们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而且 我觉得你应该感觉到 庆幸 因为你们即将 助我 破除了禁止 然后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我将一步一步 踏入三千世界 去揭秘一些 是人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将达到武道之极 疯子 玄机骂了一声 他闭上嘴不再说话了 因为他现在刚刚能凝化成人形 精气本来就有些不足 所以一动怒 他就感觉到气力 有些耐不住了 谢谢吧 你妈也没有用的 这家伙现在被心魔给控制了 他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 话说 以你的实力 不应该这么快就醒过来了呀 果然呐 还是爱情的力量伟大呀 剑圣有些调侃的对玄机说 你躲个屁 玄机喘了一口气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阻止这孙子 你怎么阻止啊 你现在是鬼好不好 哦不对 你连鬼都不如 剑圣道 你能不能不说风凉话呀 玄机怒道 我现在正烦呢 别烦我 哎呦 在这里闷了这么多天 好不容易有人说话了 你让我怎么闲得住啊 你说 张天师那老牛鼻子 会不会和我们待在一起 还有 你的老乡好轻衣呢 他会不会 也被困在这血液之中啊 我怎么知道 你当我现在 还能去掐指去算吗 玄机美好气地说 玄武鸦这老东西 我做鬼 也不会放过他的 你现在连鬼都不如 你怎么不放过我 玄武鸦冷笑了一声 他右手一收 只见无量血液上的光滑 缓缓地连去 剑圣和玄机的虚影 消失在虚空 只是在血液的异端 多了两张面孔 这两张面孔就是玄机和剑圣 清衣真人 对不起呢 大大无情 你得戳我一把 玄武鸦大笑几声 他转身向山下走去 这是机票 一会儿我会安排人送你到机场 这是你的护照 身份证 另外这是你的银行卡 这里面有足够的额度 供你使用的 叶好轩拿出了一个包 把里面的东西 展给杨静看 然后他合上包 把包递给了杨静 回国之后呢 我该怎么办 杨静看了一眼叶好轩道 回国之后自然会有人接应你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需要等着拿回来 属于你的一切就行了 叶好轩微微一笑 我知道了 杨静微微的一点头 我送你去机场吧 一会儿会有一架私人飞机回去 叶好轩想了想 这飞机上的人是我的人 他们会保护你的 你回国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 你要拿我做耳 怕了 叶好轩微微一笑 不怕 我相信你 不会让我这个耳被他们给吞了的 杨静对叶好轩的信心十足 谢谢你 对我这么有信心 我会保证 你这个耳 不会被他们这么轻易地给吞的 我还舍不得呢 谢谢 杨静吐出了这两个字 我们只是相互地合作 相互帮助 谢字就不说了 以后我的中药生产基地 还要你帮忙打理呢 放心吧 我想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杨静点点头 我也相信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叶好轩微微一笑 他冲着杨静挥挥手 去吧 飞机快走了 到华夏机场以后 会有人帮你搞零一切的 你想报仇也好 你想夺回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也好 他们都会帮你 达到你的要求的 我走了 杨静冲着叶好轩挥挥手 但他思索了一下 又转过身道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也许会 也许不会 叶好轩淡淡地说 但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报了仇 而我 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 只要有这些就足够了 我觉得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杨静冲着叶好轩微微一笑 他转身离去 他的背影很美 叶好轩一时间看得有些愣 直到他身后有一个冰冷的声音 响起来 怎么了 才认识多久 就又舍不得了 叶好轩回头一看 这件灵霄提着一个行李包 站在了他的身后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阴魂不散呢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好不好 叶好轩有些无语地说 真的 他对灵霄这个女人 真的是特别的无语 这女人总会时不时地窜出来 吓自己一大跳 更重要的是叶好轩每次看到她 都会有种头疼的感觉 机场你家开的呀 灵霄不悦地看了叶好轩一眼 我来哪儿是我的自由 与你没有关系吧 的确跟我没有关系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走行吗 叶好轩向他挥了挥手 然后转身离开 叶好轩 灵霄及时叫住了叶好轩 他走到了叶好轩的跟前 盯着叶好轩 他的表情似乎是有些犹豫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 要给叶好轩讲 但是又说不出口 有话就快说 我现在没有工夫和你在这里磨 叶好轩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要回国了 今天的特别任务 灵霄看着叶好轩 那感情好啊 祝你一路顺风啊 不谢 叶好轩笑了 你就这么盼着我回去吗 灵霄看叶好轩的态度 不由得咬牙切齿 你走了 我就少了一个成天阴魂不散 缠着我的人 叶好轩微微一笑 啊 我真的该烧高香了 所以你快点回去吧 就算是我走了 同样会有人盯着你的 灵霄狠狠地说 谁盯着我 叶好轩警惕地看着灵霄 我警告你 你是一个女人 有些时候我可以不跟你一般见识 但是换了别人 就不一定了 如果我发现有人再敢缠着我 跟着我 我保证不会跟他客气 那我就放心了 跟着你的人还是个女人 对于女人 你叶大少一般是下不去少的 我说的对吗 灵霄大 那可说不定啊 我又不是没有打过女人 告诉你那同事一声 我发起狠来我自己都害怕 让她离我远点 我同事是位美女 我相信你不会对她下手的 灵霄嗝嗝一笑 哈哈 叶好轩 我觉得你这个人 真的是不失好人心 我怎么不失好人心了 叶好轩反问 我今天回国有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 是关于你的 灵霄盯着叶好轩 准确说 是关于你女人的 你真的不想知道 什么任务 叶好轩眼皮一跳 她觉得这件事情 有些不寻常了起来 是关于你女人及的 阶系集计 是关于你 zusammen 啊 呦 那 Living 是关于你ей着 这两个力 MV 见你 在 1500